廣告委會說 271名俄羅斯運動員並沒有涉及禁藥醜聞 可以參加里約熱內盧奧運會 但有118名運動員仍然被禁參加 槍守新村軍裝在印度阿薩姆幫一個熱鬧市場內殺死12人 槍傷18人 當地官員指責是地區分離主義組織所謂 巨峰白雀在白利茲途徑時引發暴雨及洪水 據緊急事務管理部門指 部分地區因為風暴而全部被毀 槍守在阿富汗西部克拉特省襲擊車隊 導致最少5名外國遊客及司機受傷 塔雷班聲稱對襲擊事件負責 意大利米蘭附近一個機場重新開放 之前一架貨機在降落時滑出飽度 並阻塞了一條地方公路